国大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欲望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拉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凌晨 考拉FM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史无忌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世南 今天又到周末了 我们来聊一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吧 现在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业的压力都很大 每天都有很多令人憋屈的 或者令人分开的事情 周末呢我们也不妨暂时放轻松一下 来聊一聊一些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女明星和豪门的联姻 几天前呢 大概是7月19日 台湾的一线旅星陈延熙 就是脑袋上长两只脚 演小龙女的那个陈延熙 与大陆的呢 一个知名度并不太高的一个男星陈小 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其实我们如果来对台湾旅星和大陆男星 以及大陆旅星和台湾男星 说起来有点绕口的 来做一些这个小小的梳理的话 我们会发现两岸旅明星的婚姻选择 有一些奇特的区别 我们先来看大陆一线旅明星 最近嫁往台湾的情况 人们比较记忆犹新的是今年3月 刘诗诗和吴基隆 一般叫吴启隆 我选含到吴基隆 刘诗诗和吴基隆的婚礼呢 是大陆的明星嫁到了台湾 嫁给的是台湾的男明星 再往前呢 还14年6月份 女神高演员 我以前是蛮喜欢高演员的 嫁给了台湾的男星赵又廷 那么这两位大陆的女明星呢 嫁给台湾的都是嫁给台湾的演员 那么我们再来看台湾女明星 嫁往大陆的情况 除了最近的陈延熙 之前还有大S啊 孟广美啊 刘若英啊 吴成军啊 一能静啊 等等 其中呢 大多数人 他嫁的是什么 大多数人嫁的方向都是豪门 除了一能静和陈延熙 嫁的并非是徒劳肥以外 像大S嫁的是汪小飞 所谓的金城士少 当年我还写过一篇明文 叫四大公子降级考 对当时所谓的金城士少 包括汪小飞在内的 做了蛮多的 也嬉笑路霸的吐槽 朋友们感兴趣 可以去收那篇明文 也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叫四大公子 降级考 大S嫁给了汪小飞 虽然呢 汪小飞后面被证明 他作为徒劳肥的 陈社不是很足 但在下架的时候 大S还是被定型为 是嫁完豪门的 而且孟广美的老公呢 吉正和也是 北京世贸天阶的董事长 刘若英的老公 钟小江 身份好像有一点 颇朔迷离 不过主流的定义呢 也是把他定型为富豪 还有吴成军的老公 是廖淮兰 他自己是凤凰卫视的高层 属于社会贤达精英 而他的家世呢 就更是豪门了 他父亲呢 是廖辉 是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的爷爷廖成志 很多说 郑祖父更牛逼 叫廖仲凯 是个世家 现在也是算 也算富豪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台湾的女明星 更爱嫁到大陆的豪门中来呢 或者土豆肥的家里面去呢 而为什么 大陆的女明星 嫁给台湾的 更多的却是嫁给男明星呢 而不是嫁给台湾的土豆肥呢 我的朋友 东风早报 上海书评的主编 张敏扬呢 提出了三点猜想 有一些呢 我是赞同的 有一些呢 我不完全赞同 他的三个猜想是 第一个猜想是 大陆的精英阶层 素来偏爱娱乐圈女明星 像演艺圈 名不见经传的田仆骏 都可以将大陆职业经理人 一哥王石 一道混头转向 闹出很多风波 而三流女明星 车小 大家都没听说过的 还可以轻易搭上 曾经的山西首富李赵慧 这是第一个猜想 就大陆的精英阶层 素来呢 他偏爱娱乐圈的女明星 猜想二呢 就是台湾和大陆两岸 尽管福贸协议并未达成 很难说大陆和台湾地区 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但是呢 在演艺圈这个领域 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了 台湾女明星 由于岛内竞争过于激烈 新岛迭代过于迅速 竞争程度其实比大陆还更加激烈 而相对的呢 台湾女明星在经济上 也更加缺乏安全感 相对更偏向于富豪联姻 而如果将两岸明星的婚姻 也当作一个统一市场的话 那么台湾女明星 在婚姻的自由选择和竞争中 自然更容易倾向于富豪 更为杂堆 而且更喜欢 他们的大陆 猜想三呢 是猜想二的延续 就是因为形成了两岸间的 统一演艺市场的原因 而大陆的片酬 和其他演出聚会 广告聚会等等 也超出台湾地区很多这个机会 比如说我们的智宁 在大陆拍了多少广告啊 化妆品啊 珠宝啊 房地产啊 到处都可以看到 还有美容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到处会看到 智宁姐姐的甜蜜的微笑 二十多岁 给我们笑到四十多岁 这种情况下面 由于大陆的绝境机会更多 台湾地区呢 有很多艺人的事业重心 和实现成本 都更多投向于大陆 而由于前面说的 大陆的演艺圈 与商界的亲密关系 所以呢 台湾女明星的朋友圈 也慢慢扩展为 大陆富豪加明星圈 而在这个圈子中呢 无论是大陆男性演员 商界精英 都是台湾地区的女星 可以自由选择的爱情对象 那么这是张敏洋提出 三点猜想 当然同时他还认为 相对来讲 比如像香港地区 一般来讲 可能相对更为 接受传统价值观 而中国的传统 或者说所谓的封建价值观 是看不起细致的 所以香港呢 豪门很少能与女明星联姻 但我觉得他这个判断 我不是完全支持 事实上呢 香港女明星 嫁入豪门的也蛮多 像年轻小孩等等 虽然有梁诺斯的 这样失败案例 但是我并不认为 香港的豪门 拒绝女明星的进入 再比如说 业余青等等 现在也过得还不错 也嫁入豪门 那么在我看来呢 其实不止大陆 包括港台 女星和豪门 其实都是所谓 名利长的标配 从女性方面来讲 豪门是女星的安全局 家庭安全局 几乎所有的女星 都暗藏不安全感 她们知道啊 美貌就像露水一样 谈指即逝 而明星呢 也如同太阳 刚才呢 还在政府列阳中天高选 转眼呢 就西照黄昏了 像我们成都的 唐代明记 雪涛目前有个对脸 独坐黄昏 谁是伴 整叫红粉 不成灰 这是命运之神 对很多女明星的诅咒啊 很多女明星 到晚年凄凉的 如果没有再 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的话 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安全归宿呢 女明星们将目光投向豪门 因为那里面呢 既有像三峰一般耸立的黄金 又像太阳一般耀眼的名望 还有领袖一般独享的特权 在豪门里面呢 她们可能延续 走在新冠大道上的生活 当然呢 豪门是否一定对女星来讲 就是一个安全归宿 这个另当别论 但是女星呢 从豪门中 可能能够找到一些安全感 而对豪门来讲呢 女星又是豪门的广告牌 像所谓豪门的消费 它是符号型的 来娶一个女明星 跟定制一套奢侈礼服 购买一座豪宅 豢养一批汗血宝马的功能差不多 无非彰显珍贵 无非现实权利 我溜逼 你看 第一线的最有名的女人 也可以纳入我们豪门下 当我儿媳妇 当我媳妇 豪门所拥有或打算拥有的呢 她永远是稀缺资源 而美女对豪门来讲 一般的美女来讲 并不算稀缺 随便去趟什么海天盛宴啊 什么的 都很多大把的外围啊 任务啊 但是呢 一线的女明星 那就是稀缺资源了 也就因此跟豪门门当户对 她不一定出身高贵 但是她的名望是稀缺资源 而豪门呢 她希望收藏拥有的是稀缺资源 所以女明星对豪门来讲 在某种意义上面 也是门当户对了 其实呢 女明星不一定有惊人的美貌 尤其卸妆以后 我觉得好多女明星在生活中 未必能超过一个清秀的 干干净净的临家少女 但是呢 女明星有响亮的名声 和独特的魅力 很多人有她自己的人格魅力 而且有非常响亮的名声 名声也是最好的春耀之一嘛 而这些名声也好 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也好 这就不可复制 而豪门要收藏的 总是稀缺的 不可复制的东西 人也在其中 这就不难解释 为何女星嫁入豪门 通常都有一场 奢华显赫 张扬至极的婚礼 女星呢 借此巩固自己的安全感 而豪门呢 则借此强调自家的身份 譬如像多年前 24岁的徐子齐 与香港横积赵予二少爷李嘉诚 在系列举办昂贵婚礼 据说当时徐子齐的婚礼 行头价值超过3000万 整个婚礼耗费是数亿元 再比如前面我们提到 汪小飞和大S 2001年 他们两个热炒婚礼 尽管他们的婚礼 不一定多豪奢 但是呢 起码有数百万 甚至上千万人 在微博收看其婚礼直播 而夫妇俩呢 还因为婚礼的 微博偷拍世界 跟张昭阳 有喊张朝阳的 收回的老总 打起口水仗了 当时我还写过一篇小语论 调戏张朝阳 我说张朝阳啊 满脸都是青春痘 忙人播上去 能播出一部 长篇小说 不过事后来看呢 这所谓的 微博偷拍世界 汪小飞大S 与张朝阳的口水仗 我怎么看都觉得 他们在唱双谎 无非是一种 另外的推广 可是呢 女星与豪门的婚姻 尽管起初风光无限 但有不少 并没有什么好的收场 印象中 嫁住豪门的女星 婚姻比较幸福 或者看上去比较幸福的 我们能想到的 有林清霞 易玉清 李嘉欣 郭金金等聊聊几人 林清霞很不简单 林清霞一代孕女掌门 结果被成老孕女之后 40岁高龄才嫁住豪门 不过呢 她后面婚后的生活 似乎还看上去蛮幸福 易玉清呢 看上去肉嘟嘟的 傻乎乎的 最近还爆出了 她的老公罩啊 她自己保养的很好 还有她的女儿啊 儿子啊 儿子挺丑的 女儿挺漂亮的 易玉清嫁住豪门 好像现在生活也还可以 李嘉欣呢 也是经过蛮多的折腾 才嫁住豪门的 再通过一些新闻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 李嘉欣 不但有绝代家人的外貌 她还有绝代的心机啊 她比任何一种 慢腾更有抓力啊 最终还是残进了豪门 而郭金金呢 她是体育明星 她其实不是演艺明星 但总之也是女明星 郭金金是尾随着 她的师姐福明霞 像跳水一样 剑一般的 劈开了豪门的水面 不仅看来呢 郭金金好像也游人有余 但也有传出 她老公和她不合啊 老公外面干嘛干嘛的 那么除了这几位呢 其他有蛮多 嫁住豪门的女星 都以各种方式 黯然收场 像比如说李香 胖子顿李香 李香现在的婚姻 好像还不错 但李香首次婚姻 就嫁入豪门吧 嫁入一个珠宝商 一开始呢 她总是带着 很大的钻戒 大的可以当 抬球打的钻戒 给人看 秀恩爱 秀豪奢 可是没过几年呢 就草草结婚 猖皇此妙 而香港明星 大眼睛的关芝林 当时有很多人 粉丝都希望她 嫁个牛德华 那么当时 关芝林第一次婚姻 也是嫁个富豪 他们当时在 纳斯维加是闪婚 半年后又闪电离婚 而当时前夫 抓一个都比她强 当时有点夸张 随便大家抓一个 还是可能比不上 我们的关芝林的 关芝林则回应说 他连前夫 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 这看上去不像结婚 而是结仇 还有嫁个美籍华人 附上孙志浩的贾静文 哇 离婚后跟前夫 上一夺子大战 双方互相的这个 撕逼撕打 就像村夫和村姑一样 一个是揪前妻的头发 一个猛踢前妇的下身 然后闹很多 不好看的新闻出来 最后也是 男辈收场 还有挺悲惨的是 前面提到过的 梁洛斯啊 也是一代玉女 不过还没有完全发生 是玉女掌门 就吸引了 吸引是因为 他和李泽楷连爱 而且相当于 李泽楷的世事婚姻 他为李泽楷生了三个儿子 都还不能取得名分 最终呢 也可能莲华 稍微有点脑气之后 也没敌过火辣的嫩魔 最终呢 还被扫地出门了 就是现在来看呢 为什么豪门 与新的年姻 有不少都以不幸告终 在我看来呢 也许因为豪门 与女性的年姻 从一开始 就缺少足够的真诚 富豪也好 女性也好 其实我觉得 他们大多数人 离真诚是比较远的 而他们可能认为呢 越是真情流露 就越可能失败 他们惧怕 人一旦涌现得 真实的情感 就会被命运吞噬 他们会觉得 不真诚 可能才会有 真的幸福 太真诚 可能会倒霉 可能会遭遇厄运 或者至少 自己会出于被动的 地位 那么在这儿 既然讲到幸福 我们也可以 探讨一下 幸福的本源 当然用一个节目 来探讨幸福的本源 是很轻浮的 那么探讨一下 幸福的 我的一些认知吧 像古希腊人认为呢 幸福意味着 诸神特殊的恩赐 只属于幸运的 极少数人 我却觉得 这种看法 在当代已经不合时宜了 古希腊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 幸福是所有人 在此生中 都能追求的目标 也是所有人 与城市界 应得了权利 就像独立宣言的 开头所说的那段话一样 进一步说呢 幸福 它并不是神的正理 也不是命运的把戏 扔骰子的游戏 更不是 神或者命运 对少数人的奖励 而是每一个人 都与神具有的能力 不过呢 在我看来 获得幸福做能力 也许更多还体验在 普通人身上呢 而较少体验在 特权人士身上 不管他是因为 有名获得的特权 有公权力获得的特权 还是有钱获得的特权 其实普通人 相对特权人士来讲 还更加容易幸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 普通人 他更能朴素的 抓住命运的本质 因此呢 去掉冷漠 也去掉自我中心 也去掉戏剧化 从而呢 更加容易获得幸福 而富豪或女星呢 他们一生都追求的是 戏剧化 追求的是巅峰感 他们很容易被黄金 或者星光迷住双眼 结果呢 反而沦为黄金的雕像 或者星光的牺牲品 从而呢 更较难得到 实在的人间幸福 这其实是公平的 他们已经拥有了 更多的光环 更多的金钱 与此同时呢 他们当然也就拥有 更少的平凡 而平凡的人呢 却因为平凡 可以使人更容易真诚 从而更加能以 人的方式度过一生 从而平凡的人 更容易获得幸福 这样的好朋友 古希腊明哲人 好拉克利特 曾经说过一句话 向上的路 与向下的路 是同一条路 诶 这话耐人寻味 人世间 还是有一些 潜在的平衡的 不能说是公平 向上的路 也许就是向下的路 当然呢 本期的这个选题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不满了 他们会说 说到底豪门也好 女性也好 他们幸福也好 不幸福也好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承认 这种说法是对的 而且呢 每个人的生活 其实只与自己有关系 而所谓的豪门也好 女明星 太多的这个鱼都八卦 我们作为谈之可以 如果我们过度的去关注 甚至投入很多的经历 和情感 那就未免有一点不明智了 比如说高院员 加哥的赵又廷 很多人都很不爽 怒骂赵又廷 痛惜失去女神 甚至有些粉丝 还会去干涉 他们的偶像 与另外的人 谈恋爱 在微博上面打着滚 说不要跟他谈恋爱 然后互相成立 黑对方的 比如说我的偶像 跟你的偶像谈恋爱了 那么我就跑到 你的偶像下面去 大骂他不配 然后这边呢 对方的偶像的粉丝 又跑到这边的偶像的 这个微博下面 或者在论坛上面 贴吧里面 拼命的谩骂 他非常投入 其实呢 女明星也好 男明星也好 他们的生活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作为谈之以外 恋恋其愿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喜欢一个明星 你看他的作品 看看就好了 不必要在生活中 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精力 要知道 我们的一生非常短暂的 如果我们关注的东西 老是一些 莫名其妙的 花边八卦 其实我们是在做一种 自我贬低 当我们有时候 读到有一些 非常令人震撼的 这样的句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 更加的认识到 生命只有一次 每个人应该 善待自己的生命 从自己的这个命运中 逐渐找到一条美好的路 像我的好朋友 这个俄国诗人 莱蒙托夫就说过 他说 从炉子里飞出的火花 有的大些 有的小些 有的久久发亮 有的转瞬极暗 但他们毕竟都会熄灭 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其他的火花 也将布他们的后尘 引中全无 直到炉子本身熄灭为止 到那时 全部灰烬将集成堆 而被丢弃 而我们也会遭到 同样的处置 我们的生命就像炉子一样 它会飞出很多火花 有些大有些小 但最终都会熄灭 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们的炉子本身也会熄灭 但在熄灭之前 请让我们 尽可能的奔发出 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火花 而不要去关注那些八卦 和那些明信的 所谓的爱火花 当然收听食物鸡蛋 有可能会帮助我们的火花 变得更亮 更持久 更多 好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 食物鸡蛋 这一期就到这儿为止了 各位周末愉快 食物鸡蛋 不听不散 拜拜咯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当一个人沉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那声再见 竟是他最后一句 当一辆车消失天气 当一个人沉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 这竟是结局 在每个繁星 抛弃银河的夜里 我会告别 告别我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何想去之间的距离 当一辆车消失天气 当一辆车消失天气 当一个人沉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 就像你不知道 这竟是结局 在每个银河 在每个银河坠入 当一艘船 当一艘船沈入海底 当一个人沉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当他们为何离去 那声再见 情是他最后一句 当一辆车消失天气 当一个人沉了谜 在每个银河坠入海底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 这竟是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